在化妝的時候很多人都會遇過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譬如昨晚通頂 又或者可能皮膚狀態不太好的時候 粉底是很難上得鐵面的 無論你去塗些什麼保濕的Base都好 那個粉底出來的樣子都是沒有平時那麼漂亮的 那麼在這些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急救我們的皮膚 令我們的妝可以看下去更加透薄和鐵面呢 其實我們就會有一個按摩的方法 可以令你的皮膚的循環比較好的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是TESTER版來的 它是Sample來的 那這個是Bobbi Brown的按摩油 它是Face Oil 那我們就先將這些的油 擠在我們的掌心裏 其實除了Bobbi Brown之外 譬如DHC或者Sharedo那些牌子 都有出這些按摩油的 大概是這麼多的份量擠出來 即幾滴到 我們就會將它在掌心裡搓暖它 搓暖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你的臉上 輕輕去做一個按摩 你可以先塗上你的臉上 那記得要搓暖 即是搓熱了你的手 先要做這個動作 會令你的粉 其實是更加鐵面 和你的按摩 會更加有效的 那我們就搓熱了手 然後把你的臉上 其實鼻子的位置 通常這位脫皮 你可以這樣搓發 然後臉上這些位置 你可以向外打圈 這樣搓它 其實這個方法 跟我們平時 去塗Cream都大同小異 只不過是用這個油的媒體 去把我們的皮膚變得更加保濕和幼滑 尤其是冬天乾的日子 你的毛孔比較粗大 是因為你的皮膚不夠水分 所以我們就要令皮膚比較水潤 你的毛孔也會不會那麼顯眼 那這些位置就這樣搓發 然後把皮膚按摩 其實就是這樣搓發 搓發出來就可以了 搓完之後 你大概按摩一兩分鐘左右 然後你的臉會開始紅一點 然後我們都需要抹掉這個油 因為它是油膩的 你去上妝吧 其實它很快溶了 所以我們就按摩完了 你做到你要的效果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會再拿回你平時用的 Toner 即是化妝水出來 這樣就擠在化妝面上 好 然後呢 就把它抹走 剛才那個按摩油的Face Oil 抹走這些油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重新上妝了 好 好 抹完之後呢 其實你看到皮膚呢 會比起之前呢 是沒有那麼乾的 而且脫皮的情況 也都會減輕很多的 那這個方法呢 其實只限於 譬如可能你皮膚狀態 真的比較差的時候才做的 那如果譬如你日日做的話呢 你的皮膚負擔都會挺重的 因為其實這些的Face Oil呢 都挺油性重的 那如果譬如可能你的皮膚 不是十分乾的時候呢 你會這樣做呢 就反而會令到你的妝更加出油的 那所以記住呢 是有問題的時候呢 有需要才做這個動作了 啦